中文字幕 李宗盛 始終我們的校委是廣大事件 因為我們的慣例是在校園內進行 就算是其他院校 大部份都在校園內進行這個會議 如果現在這個局面 可能是校方或校委對學生感不上的狀態下 我想雙方都會有對話的空間 或者重新建立互信的時機 所以第一步校方都願意 這件事應該是面對學生 面對同學或歸類港大事情的情況 校園應該要在校園內進行 這個會議的安排不太合理 也不是一個健康的做法 我想制度固然有問題存在 因為現在校園內 其實都沒有一個有法律效力的 或者有binding的文件 在講會議的程序 到底甚麼情況下才可以 要那些委員離職、備職等等 其實是沒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所以都很希望下一次校園 會否可以講清楚 到底甚麼情況下 或者會否不再以大多數通過了 因為在立法會 其實你要講一個議員離職 都是一件很嚴重 或者很高門檻才能做到的事 尤其是本科生的議席 其實是一個民選的議席 其實它代表的是同學的利益 和整間大學的一些利益 如果以後他繼續這樣做 透過投票 如果大多數通過就可以趕他出場 如果是適合和我離職的時候 那些議程怎麼辦 我們沒有一個代表 因為是唯一一個議席在這裏 所以都覺得這個制度的缺陷 是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很兇的先例 開了之後 如果以後有甚麼反對聲音的時候 純粹是過條議案 就說要拒絕他出場 就可以說的話 其實最後會變成一言堂 就只剩下自己在說話 是一個不健康的做法 我們在說話 他用來的 choices 我們平時會說 等於是此不見 老有時候 今天把誤點放在這裏 中文字幕供字幕 我們在說話 還有一個解決的 我們前院後 去